王子,来,过来 给你们降一下啊 一会儿回去不能呛 好 这会儿他回走,往门口走,快 近日,这几只能听到陕西方言的孟加拉白虎在网络走红 在视频中,当饲养员说出过来,回头,往回走等指令时 几只孟加拉白虎都能准确地做出回应 西安秦林野生动物园饲养员李军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自己从来没有刻意去训练过这些孟加拉白虎 可能是在朝夕相处中,这些动物习惯了陕西口音 就在这三个孟加拉白虎就是能听动陕西花 这个应该是逐渐发现的 因为凯瑟就是用陕西花教它,王子,王子 结果就是随着事件的推移 我发现他们就是对这个陕西花还特别敏感 所以应该就以致用,简直用陕西花和他们交流 记者了解到,孟加拉白虎是孟加拉虎的一个变种 由于基因突变 导致孟加拉虎原本橙黄色底黑色条纹的毛发 转变成白底黑纹 孟加拉白虎数量稀少,世界上仅存200余只 目前西安秦岭野生动物园中型猛兽馆 现有四只孟加拉白虎 李军舟告诉记者,位于秦岭北路的西安秦岭野生动物园 是集野生动物遗地保护、科普教育、旅游观光等功能与一体的综合性园林项目 它在园区饲养动物已有16个年头 前两年从石草动物区来到中型猛兽馆 开始与孟加拉白虎大交道 经过两年级,这个就是几周吧 还慢慢喜欢上他们 因为他们,咱是吧,动物也有智商 和他们动物大交道现场里 他也就和人就是,通过他那个念神菌都可以看出来 从凯斯的那个雄狠到最后的,到现在的 慢慢解说,看着你就是比较稳柔的那种眼神 孟加拉白虎作为一个大型的猫科动物 其实它是有比较高的智商的 这个饲养员经常会用陕西化跟它沟通 包括饲养员的一些语气 包括它的音调,动物是非常的熟悉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朝夕相处这么多年 动物是能够明白饲养员想要表达出来的意思 所以它在特定的环境之下 它是会按照这样的指令来做出一些相应的这种反应的 李君周称,作为一个动物饲养员 他最愿意看到的就是每一只动物都能健康成长 同时,他也希望人与动物可以和谐相处 让孟加拉白虎等动物在大自然中自由驰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